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律服务动车型传递法制的力量 今天我们的动车将前去了解一个打工女的故事 她的名字叫徐燕 她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出了一场车祸 使得她和她的家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片子来了解一下徐燕的故事 徐燕也曾经健康美丽 但是三年前的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2006年春节后 徐燕离开四川老家到北京打工 3月5日那天 她搭乘梁小剑驾驶的摩托车外出办事 不幸遭遇车祸 赵氏司机梁小剑汽车逃逸 身受重伤的徐燕 则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尽管保住了命 但她却失去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 车祸后第五天 梁小剑被警方抓获归案 2006年6月 梁小剑因犯交通肇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并被判应当向徐燕支付医药费 残疾赔偿金等 各项费用共计72万多元 可是判决后 徐燕一家却迟迟没拿到一分钱 巨额的医疗费更是让原本贫穷的徐家 雪上加霜 为了节省开支 家人只好将徐燕接回四川老家调养 当小萨突然出现在徐燕四川的老家时 身陷困境的一家人顿时百感交集 70多岁的徐大爷夫妇告诉小萨 尽管在当地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下 他们向北京市房产区人民法院提出了司法救助的申请 并于今年五月收到了法院的司法救助金和爱心捐款 共计20多万元 但这笔钱目前已经全部用于徐燕的治疗 而后续的手术及康复还将花费数十万元 为了帮助徐燕一家 小萨请来了四川省司法厅的副厅长陈昌斌 陈副厅长表示 四川司法部门将继续为徐燕进行法律援助 追讨赔偿款 同时 鉴于徐燕急需资金做进一步的治疗 他们已经向四川省政法委提起了二次司法救助的申请 徐燕究竟能不能再次得到司法救助呢 司法救助不是仅仅针对徐燕这一个个案 目前这项制度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那么未来又该怎样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 让司法救助更加行之有效 让更多的人能够从这当中得到权益的保障呢 司法救助 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原则的具体的体现 这也是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 关于司法救助的更多的话题和这趟动车看到的 听到的更多的情况 我们会在CCTV12法律服务动车型特别节目当中 一一为您呈现 其实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来说 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司法权利 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民生权利 在今年4月3号的时候 《今日说法》栏目曾经播出过这样一期节目 有一群得了尿毒症的患者 由于交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 他们不得不采用自助透析的方法维持生命 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今日说法》动车型的记者对他们进行了回访 我们看一下 2009年的4月因为承担不起正规医院昂贵的治疗费用 一群被死亡笼罩着的尿毒症病人群体 在我身后的这个农家小院里 依靠几台二手的血液突吸机 无奈而又顽强的延续着自己脆弱的生命 半年多过去了 但我们再次来到这里 小阳现在已经是人去无空 半年前就在这个院子里靠自助透析延续生命的尿毒症病人 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人 这是当时我们的镜头记录下的画面 这是我魏强 然后这是称柄次 年龄最小的是李丽丹 他24岁 他叫魏强 是这个自助透析室的发起人之一 半年前他和照片中的病友们一起在这个小院里互助透析 这么透析这一次下来的话 光药品这器材大概需要多少 头一次贵 平均下来我们就在八块钱 魏强说 这八十元的费用 仅仅是正规医院透析费用的五分之一 因为自助透析违反有关法规和卫生标准 2009年春天 自助透析室被卫生部门依法取缔 魏强他们也陆续被原籍政府接回当地继续治疗 时隔半年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几经周折 我们在山西省湘元县找到了当时自助透析室中的一位尿毒症病人 李立丹今年24岁 是自助透析室中年龄最小的尿毒症病人 如今在家乡政府的安排下 他在当地一家矿区医院进行透析 并用日记记录下了他的透析生活 今天是回来后第一次做透析 看着护士熟练的扎定针引出纤红的血液 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这是今年9月10日 李立丹回到家乡第一次透析后写下的日记 小丹说 现在他的生活比在北京通州的自助透析室要好多了 县民政局给出三万五 我们这矿区卷给我一万 自己自付的部分一年下来需要多少 一年下来就是得两万多点吧 尽管现在有了医保 透析的费用也减轻了 但小丹告诉我们 他现在最头疼的是自己所在的县医院没有透析设备 小丹居住的村子距离矿区医院有五十多公里 每隔两三天 小丹和当地的不少病友都要从这里坐上近一个小时的车 去矿区医院做透析 平时投往矿区医院的车很少 遇到雨雪天气就更没车了 那天的大雪让小丹差一点没有赶到医院进行透析 对于尿毒症病人来说 如果不能及时透析 那就意味着死亡 小丹期望着有一天 自己和其他的病友能够在自己家所在的县城医院透析 对于李立丹而言很多人都说他太幸运了 因为当地愿意给他特事特办 今年也给他解决了一部分的治疗费用 但是这还是特例 对大多数患了尿毒症的患者来说 他们是得不到这种待遇的 我们现在连线一下我们在新浪网上的网友 听听他们对这种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是国家的法律保障 国家从医疗和社会的保障 这个保障有两种 第一种是医疗费用的保障 因为一旦得了大病 很难个人和家庭去承担 第二的话就是说 得了这种病以后 他很难找工作 他的生活已经成了明显的负担 那这个时候不仅仅是需要在医疗费用上给予补助 另外在生活上也一定要给予补助 好 谢谢网友们的参与 大部分的网友都建议我们国家 要尽快的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可是在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那儿的财力本来就吃紧 那儿的医疗保障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 自助透析室的发起人之一 魏强 我们看看他的情况 离开了小站的家 记者赶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乌河号船市 见到了正在透析的魏强 在这个医院透析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多了 卫生了一星期两次 星期一和星期五 各方面都比我们小院强多了 小院那次没办法的走的路 魏强是内蒙古四字王旗的农民 他家住在里户和浩特市 一百多公里外的农村 和小丹遇到的问题一样 魏强所在的县医院也没有透析设备 为了方便透析 目前魏强只好在户和浩特市租了一间房子 我回来以后 今年农河岸最高线三万五 民政部门今年给我发农村居民最低保障金 每年能领个一千多块钱 另外就是韩明镇 在我这个托袭上今年给我三万块钱 只要下来就下来就是六万五 然后在我基本上花的这个钱也就两万多块钱 魏强说的新农河指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这是一种面向农牧民的医疗保障制度 由农牧民出一小部分钱 地方财政和国家资助的方式抽集资金 魏强说在他去北京透析之前 当地还没有这样的制度 就是近两三年才有这个农村合作医疗的 农村合作医疗对我们这个这样的病来说 这个还是特别好的 就是在我们这种特大便利上 包括北历有点低 反正只能给你报到三万五 魏强说他现在一年需要八万元的偷袭费用 他们当地的农村家庭年收入一般也就一万多块钱 这样的收入很难维持大病的治疗费用 而当地的新农河报销比例较低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这些尿毒症病人 那么目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保障农村大病医疗呢 卫生局告诉我们 他们在新农河执行过程中也有困惑 像尿毒症这样的病 如果病人住院治疗 对于每年十几万的费用来说 新农河目前最多只能报三万五 显然是杯水车薪 而如果只在门诊做定期透析 那费用倒是会减到八万元左右 但新农河给门诊的报销比例却更低了 病人同样承受不起 绝大部分还需要他自费 十几万二十万的话 他百分之七八十他自己承受 你想作为一个农民来讲的话 还是看不起 在门诊重要方面提高门诊的报销比例 这或许能解决一部分对于大病患者的费用 而对于当地医院没有透析机的现状 卫生部门也显得有些无奈 是因为资质的问题 医院资质问题没有达到呢 还是说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呢 咱们一起医院了 有这个资质 还是因为资金的问题 这个这些设备比较安贵 尽管存在着困惑 但当地卫生部门说 今年的新医改方案中 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 和报销比例比较低的问题 正在着手改善 08年是25000 从2009年开始了 就三万五 我想明年了 到了明年以后了 肯定还会增加的 尤其是特殊的一些疾病 当然要靠这个新笼合 还是不能够完全解决的 需要建立一个社会救助体系 目前 民政部门对像魏强这样 低收入甚至无收入的大病患者 还设有大病医疗救助政策 然而 记者了解到 大病医疗救助 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难处 大病救助前提了 必须是低保护 不才能享受到大病医疗救助 民政部门介绍说 按照现行的政策 很多达不到低保条件的边缘人群 政策无法照顾 而四字王岐又是国家级贫困期限 低保的名额和地方财政有限 也做不到应保 甚至政策规定的救助额度都无法保障 这就靠政策请先一部分 给能不能拨一些那个低保指标 再拨一点钱 再增加一点那个低保那个标准 让那些不是低保护 却是需要帮助的那些别人人 加入到这个低保 这才能享受到大病医疗救助 还是挺怀念小院的 毕竟在放大一共在一块三四年 现在魏翔还经常想起 在北京一起自助透析过的那些病友 他说自助透析室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尽管现在还面临着一些困难 但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新医改的实施 他们的将来也许会更好 其实在我们国家 有很多像魏强这样的身患大病 但又无钱治疗的人 其实目前以我国的财力来看 没有办法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听一听相关专家的意见 医改的目标 就是要近期实现老百姓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而远期则要实现一个覆盖全民的 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 那么这种基本医疗保障 很显然 它强调一个低水平的广覆盖 它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的 所以不可能满足13亿人民 所有的看病需求问题 像尿毒症的病人 还有白血病的病人 还有一些特殊的大病的病人 那么他们的医疗保障 实际上应该通过除了政府以外的 多渠道来解决 这就要呼吁 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上的慈善机构 我们的基金会 我们的一些这种民办的非企业 都可以参与到教育医疗的 这种筹资工作中 来吸纳社会上的资金 帮助这种弱势群体 因为实际上这些病人 他患了这些特殊的疾病 实际上他的这种不幸 只能最终通过一种社会化的军摊来实现 今天距离124年度法治人物的揭晓 还有三天 我们年度法治人物的评选还在进行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和普通人 对他们心中候选人的一种评价 我认为王家福教授最有资格担任年度法治人物 因为王老师第一次在国内法医界提出了 社会主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重大命题 我觉得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湖北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 为了救助落水儿童 然后兴出自己宝贵生命 我觉得他们就可以 一位老人叫郑一栋 他用了六七十年的时间 还一个他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来欠的债务 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自觉 我们的法律服务动车还在行进当中 他们明天会到哪里 他们明天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故事 欢迎您每天中午12点38分锁定CCTV一 今日说法栏目 当然也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站 发表评论分享感受参与互动 我们明天见